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本來今天繼續受到東北過風影響 天氣雖然沒有昨天那麼冷 不過仍然是比較涼和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普遍仍然只有13至15度左右 各位出門後回工回學 記得要繼續穿多件衣服 看看外面的情況 天色方面在衛星雲台 我們看到現在是南海北部 至到華南地區的雲量還是比較多 不過沿岸地區 我們看到雲與雲之間 也有少許納粹 而且預計的雲團 到日間都會略為轉播 香港今天 日間的時候 也有機會看到陽光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本來今天會大致多雲 早上天氣清涼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稍後會一兩陣微雨 今天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18度左右 而風方面 就是吹和煌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來沿岸間中是吹強風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 各位要注意 預計在未來一兩天 香港仍然還是比較大風 因為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另外有一些雲量雨量的預測 都可以看到 到未來一兩天 會有一些雲大雨大慢慢 由西邊來香港 所以預計香港到未來一兩天 雨量都會多幾陣雨 另外各位要注意 去到本週後期預計有一股寒潮 將來將來這些藍色、紫色 比較冷的氣團 是帶來沿岸地區 香港的氣溫 去到今個星期的後期 都會顯著下降 所以只望香港未來一兩天 風勢是比較大 而且也有幾陣雨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個星期的後期 本港的氣溫就會顯著下降 各位記得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預測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這裡 再見